中文字幕提供 《我第一日 grading》 《我第一日》 《真的天氣》 《我第一日 grading》 《我第一日》 好 是我 今天的主题 《昭白恩 托胖部计》 為什麼要講傳屋 呢 因為在汗電這個 好像好水的地 中文字眼中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可以撒下 希望 讓我們 實際上的 精神可以在這邊推廣 那首先,為什麼我會在東海啊? 那非常簡單,因為我是考到東華志工系嘛 那在東華志工系當中,你會發現有什麼問題 在東華志工,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念志工系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到那邊念書 可能只想,東華大學只不過是國立大學當中很末段的學校 那我只不過是分數剛剛好,我就是念國立學校可能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就覺得隨便啦,然後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夠做什麼 然後就算大一我修了微積分,修了普通物理,修了程式設計,寫了一個C 看到那黑色窗外那邊有文字,喔他會動,我不知道他能夠做什麼 那到現在,還是可能到了大二,資料結構演算法,到了大三,上了一些作業系統 可是到現在還是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 所以可能就是不知不覺,好啦就把大學四年給念過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希望能夠推廣讓大家,讓他知道自己說 我們能夠自主的學習,我們能夠把自己的技術用在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讓自己知道說,要怎麼把我們所學的東西 變成可以可以照顧大家,或者是可以更分享給大家的開源精神 在2013年的時候,當時因為在Seekon的人就只有我在東部 那時候我覺得說,只有一個人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其實我非常的彷徨 我不曉得該怎麼做推廣,我不知道說開源這種東西,我要怎麼把這個精神告訴大家 所以那時候我找了剛剛座談會的那位主持人強哥,來辦了一次自由開源商業利用與現況 在那場的講座當中,在場的同學們多數問他說,什麼是自由軟體,什麼是開源軟體 大家都覺得說,蛤,我真的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耶,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麼 然後這時候才大家可以知道,原來世界上有這麼一群人為了進行開源的一些精神的推廣 為了讓大家有更好的軟體可以用,然後再做這些自由軟體 那就是,雖然說當時因為講了一些關於軟體授權的部分,大家聽得有點不太懂 但是至少讓大家自己已經知道了,原來有這麼一群人的存在 然而分讓我覺得有點失望的就是,當時講了那麼多 那一堂講座結束之後,一個禮拜過去了 大家說,聽完就算了,也就任何其他的作為 那後來我們到了年底的時候,想說,那我們來換換看 我們來找一下我們的橘子,辦了一場資訊安全講座 為大家分享一下,他走在治安道路上,有什麼經驗,有什麼想法 不過橘子那時候很乾脆跟我們講說,其實我也不知道我來講什麼 走在2014年的時候,我有一群戲學位的好夥伴 他們雖然也許自己也不知道,在推廣著我們到底在想什麼 但是他們仍然認為說,讓大家多接觸,多看,多聽,會有更多新的想法 那也就陪著我一起辦了許多長講座 那甚至我們在5月份的時候辦了兩週的活動 兩週的東華志工週活動 我們有講了關於APP的,關於網頁的,關於Best Show的 然後講了授權,講了資訊安全,講了語端計算 比如說像這位就是剛剛上一個聽風那一位,他在那邊就使用CSS 那像是等一下三點整在R02有一個RS 他來跟大家介紹什麼是授權,什麼是開源 那也有等一下下一場在R02的腿骨,來跟大家教了大家 什麼資訊安全的相關知識 然後也教大家怎麼樣簡單的,什麼叫逆向,什麼是滲透測試 此外我們在那一週一樣有辦了自由開源黑客精神的講集座談會 然後跟各個同學聊聊看我們CCon在想什麼 就像我們折腫招,那老師有跟大家來分享 也有像一些,像剛剛座談會的Danny、小平啊 都有跟大家分享什麼叫CCon我們在做什麼 開源精神是什麼 而在那一次之後,漸漸的大家發現了社群這邊的一群人 發現我們分享彼此互惠的精神,覺得這個精神非常的好 也開始想要加入我們的活動 因此在2015年我們即將開始CCon花蓮的定期課程 從下禮拜六開始的早上 我們會開設一連串入門的課程 像第一堂我們開設的是關於電腦硬體的課程 而接下來會有關於網路的介紹 或者是網路安全,web前端這些東西 先帶領大家認識資訊的理好美好 再進入社群的這些世界 然後瞭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瞭解我們的精神 除此之外,在東部也有Soxcat 東部開源人社群 這是一群由花蓮高工的學生 他們覺得說在東部 我們其實感覺好像沒有什麼資源 好像也沒有那麼一群人想要在一起 那當然因為這個機緣我們跟他們接觸了 發現說其實在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看到了大學的資工系的問題 他們看到了科科的問題 說這到底這些東西的最大的問題都在於說 很多學生資本不知道自己念資工念資訊 到底是做外理為什麼 那除此之外,除了我們這之外 還有魏哲仁老師在花蓮舉辦的花蓮拍 每兩個禮拜的禮拜二晚上都會有 有聘請集聚 那就是對Python有興趣的同學 有朋友也歡迎一起來參與 那另外一群花蓮 Headspace,花蓮R這些地方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是不是在花蓮真的沒有什麼資源 說實在的其實我們真的這一群人 都很願意付出也很願意交流 但是更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參與 那最後快結束的時間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樣 左邊那位是腿骨,右邊那位是莫峰 這兩位都在爭女友 幫他引大家來 有興趣可以跟我們請接下一下 他們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莫峰爭女友從2010到2015了 道歉還是沒有爭到女友 請大家多多幫忙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好人 對 那最後想跟大家講 社群活動的發展 需要大家的踴躍參與 沒有人的參與 真正的社群發展不起來 那謝謝大家的聆聽 還有一點時間就是 有沒有人要問問題呢 好,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就謝謝大家 好,請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例如說像我們知道 魏澤仁老師在花蓮會辦花蓮拍 那像花蓮辦的這些活動 比較有意義 或是你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什麼 其實這實在的 為老師辦的花蓮拍活動 因為時間因素剛好我每次都參與不到 那但是 但是在上次跟Softscape的同學接觸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在花蓮就是浮原廣大 那我覺得說 因為這些活動 我們有了接觸 彼此交換我們的想法 有時候會真的覺得 就是很多東西 比起學到純粹的技術 我真的覺得想法上的交流 這是我覺得學到最多的部分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啊沒有的話那就謝謝 所以請問你一天可以睡幾個小時 可以不要這樣嗎? 好啦我大概平均四到六吧 還有其他問題 好如果真的沒有 那就時間其實也真的差不多 那就謝謝大家喔 謝謝大家